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一千零九十四回 十坤此刻浑身黄光竟然彻底的化为了一个直径十丈的巨人 肌肤之上更是覆盖了一层灰白色的诡异的石层 并冒出了一根根齿许长的尖刺 双手握拳挥动之下 一根根仿佛巨弩的石锥是击射而出 并自行爆裂开来 向对面最后一名异族人逼的是节节后退 但是那名异族人虽然说身处下方 但是双手不停挥动之下 一层层黑气不断的形成了一块块巨大的黑盾 挡在了身前 倒也能勉强自保 含凶 石道友 快动手 一到晚上 这些叶族人就和那些暗兽一般 实力会暴增不少的 流水而眼界一时没有办法将对方拿下 心中焦虑之下 漠然呢 冲含力二人娇斥的喊道 含力听了这个话 神色是微微一动啊 目光呢朝高空瞥了一眼 只见此界的夜色呢 已经是渐渐的暗淡了下来 夜晚不久就将降临的样子 现在才想起此事了 不觉得太晚了吗 再过一会儿功夫老夫要好好的招待你们这些天云人 含力对面的两名异族人中的一位啊 忽然发出了异常难听的笑声 阴森异常啊 过一会儿 根本无需如此久的 你们马上就会从这世间消失了 含力呢 却淡淡的说道 随手呢 一只漆黑的手掌猛然的从袖口中一探而出 轻轻一挥之下 顿时灰蒙蒙的霞光大放了起来 与此同时呢 流水而两手一掐掘之下 一轮灰色的光轮也浮现而出 石坤呢 则身形猛然一顿 两手一声长笑之下呀 双手食指也冲空中的是连弹而冲 片刻的功夫之后 远远的看去 含力三人和那几名异族所在的战团成空啊 漠然浮现了一颗奇大无比的 巨型的光球 灰光闪闪 有无数的符文是若隐若现的 马上 灰色光球就一下子爆裂而开了 无数的符文 暴风骤雨般的激射而下 将方圆离许内的一切呢 都笼罩其下 尽管四名一族大厅之下 纷纷身上黑云风滚的 各式战神通是拼命的抵挡 但是那些符文 每一枚威能之大都远超想象啊 顿时在惊天动地的连绵的具想之下 四名一族人呢 就此烟消云散了 韩丽三个人 这才将空中的原则神光一收 各自呢 是相视一笑啊 三个月后 一处连绵山脉的上空 韩丽三个人呢 画为这三道惊鸿 竟混在了一群数以千进的妖兽中 拼命地向前飞顿着 在他们身后树离远处 一片银色云雾 仿佛潮水般的滚滚袭来 所过之处呢 无论地上的树木 还是躲藏其中的各种的兽类 均都被银巢一滚 吞噬了个干净 寸草都不留的可怕的样子呀 而再过一会儿之后 从山脉中飞起逃命的各种兽类凶情 越发的多了起来 一眼望去密密麻麻 铺天盖地的到处都是啊 但是呢 均都惊慌失措的到处逃窜 怎么办 这样下去 我们迟早会被这些银巢追上的 此虫可是传闻丝毫不比 是金虫差到哪里去的上古凶虫啊 一旦认定猎物 根本就会是不死不休的 此界竟然繁衍出如此多来 石坤在动光中 脸色难看异常地向寒冷二人传音道 不错 据说银巢体力惊人 恐怕就是这般一路追赶我们数月之久 都是不成问题的 就是上古凶兽 面对此冲击形成的银巢 也只能褪避三射呀 刘蛇的声音呢 也没有办法掩饰地流露出了一丝慌乱来 也难怪二人是如此的模样啊 任谁被后面的数以百万计的可怕的凶虫 连追上个三天三夜 体内的法力呢 已经消耗了近半 都不免惊慌起来呀 唯一的办法 只希望能在前边碰到几头上古凶兽 这才能够引开后面的那些凶虫啊 韩丽呢 脸色同样发青 但是还算镇定地说道 可是据地图记载 离我们最近有凶兽的地域 也有月许路程之外啊 当初为了小心起见 我们可是故意选这么一条 含有上古凶兽活动的路线呢 石坤呢 一脸苦笑地说道 韩丽听了此话 也一时无语起来 附近呢 眉头紧皱啊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色的天空中尽头处 突然之间 嗡鸣之声打坐呀 随之呢 天边绿光的闪动 竟浮现出了一朵朵 绿色的云雾 密密麻麻 数以百计 像韩丽等人这边呢 是飞快的射来呀 韩丽见此自然一惊 但是目中蓝芒一闪之下 就将那远处绿云本来面目 看得个清清楚楚啊 是什么呢 竟然是一只只 拳头大小的怪蝶 浑身上下是绿粉闪动 样子是争鸣异常啊 哇 这蝶 我们有机会了 韩丽啊 早不是出入灵界时 那般无知的 一看清楚这些绿蝶的模样 一下子失声叫了起来 马上呢 又露出了狂喜之色出来 真是此兄蝶 太好了 此蝶和银巢 那可是天敌呀 一见面 是不死不休的 流水 也施染了秘术 看清楚了这些绿蝶的真容 同样大喜起来 好啊 的确有机会逃掉了 哎 但是也要小心的 千万别正好被卷入他们的争斗中 否则的话 小面肯定不保啊 石坤呢 也是精神一刃 这种时候 我们三个不易凑在一起了 否则的话 目标太大 很可能同时啊 被两种凶虫都盯上的 反正现在距离遗址近地 只剩下了小半路程了 我们也都知道地图的 我看不如就此分头逃命去吧 两个月之后 我直接在遗址之地再聚吧 韩律冷静的如此说道 听到韩律这话呀 其余的二人呢 不由得一正 但是石坤 马上就先反应了过来 果断的赞同道 哼 韩道有此话有理啊 这个时候 自然是目标越小 越容易逃得性命的 我看就按此法 我们各安天命 先保住小命再说吧 流水呢 却不由得迟疑了一下 但是 仿佛的思量了数遍之后 也最终一咬牙点了一下头 于是三个人呢 在这危机关头呢 只是匆匆的传音数据 就定下了分头逃命之策 这个时候 远处绿云已经转瞬之间 飞至了附近处 即使不动用神通啊 单凭肉眼都可以清楚的看到那铺天盖地而来的绿蝶啊 这些兄弟呢 二话不说 闻名之声一变呢 化作了绿云十之八九 一下子冲向了后面的银巢 另有数朵呢 却直奔寒历和其他类的妖兽而来呀 而后面的银巢 见此情形 也是毫不示弱呀 既然同样的一分为二 大部分的银色洪流直奔绿云营上 另有树谷小溪一般的银流呢 仍奔前边的兽类狂追而来 和行列等一同逃命的兽类一阵大乱了 不少灵智较高的灵兽 却立刻知道逃命的机会已经来了 当即呢 在几只修为最高的异兽的狂吼之下 所有的兽类会一呼而散 或化为巨峰一卷不见 或化为妖气 只滚滚而走 朝四面八方的 只逃命而去呀 走 韩力也毫不犹豫的一声逼贺 背后雷鸣之声一起啊 风雷赤是浮泻而出了 只是一山呢 人就化为了一道清白公司 激舍而走 在听到了韩力话语的同时呢 刘雪儿和石坤 也一言不发的顿光加速 朝另外两个方向 是狂冲了出去 以韩力全力催动风雷赤的可怕的速度 即使在这上千亿兽中 也足以排在前三之力 只是几个闪动 就远远的抛开同一方向的其他兽类 转眼顿着了天边尽头处 这才顿光一停啊 扭头向后面看了一眼 结果眼中的情形呢 让其心中啊 不禁一寒啊 直接后面那些 不善飞顿的上百的异兽 因为行动稍慢了一些 结果呢 被卷入了两种凶虫的大军中 只见绿云和银巢啊 同时一语之下 这些异兽 坑都没坑一声的 被一下子淹没 就此在空中消失不见 连钉点的尸体残骸呢 都未能留下呀 而一团团绿云和银巢 眼看着撞到一起之时呢 密密麻麻的绿蝶 突然在虚空中一顿 接着双翅冲着对面 就狂扇了起来呀 顿时 一股股诡异的绿蜂 从蝶群中一卷而出 气势汹汹的 冲进了银巢之中啊 吱吱的怪之声呢 一下子大响了起来 不少体型不过数寸 但是 荧光闪闪的带翅的飞虫啊 纷纷的从银巢中坠落而下 树朵绿云 一冲而出 一卷之下呢 竟将那些掉落的银虫啊 全都吞没其中 在一散之下呢 这些掉落的银虫就一直不见了 寒历幕中 蓝芒闪动了几下 却看得清清楚楚啊 那吞噬掉银虫的蝶群中啊 赫然有不少体表浮现出点点的血斑来 不过纵然化血蝶散发出来的毒蜂 如此的厉害 但是呢 银色飞虫实在是太多了呀 并且不少身强力壮的飞虫 对此毒性的 还有一定的抵抗力 结果毒蜂过后 仍有数以万计的银虫啊 一头冲进了蝶群中 开始的时候 这些银巢虽然是有去无回呀 但是随着扑入 绿云中的银虫越来越多 最终呢 银巢和绿云彻底的撞击到了一起 翁明声和吱吱声是同时大作呀 绿蝶和银虫 如同雨点一般的从高空掉落而下 然后呢 又被后面的绿云和银巢 蜂拥而至的吞噬个干净啊 明显的 银色飞虫吞噬能力 比绿蝶强上许多 但是 这些胸蝶的通体呢 都带有剧毒 往往双翅狂山几下 就让对手晕头转向的 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啊 但是两者呢 心都是凶狠无比 毫不在乎自己性命的样子 一时之间呢 是僵持不下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至于分别 冲向异兽的两种凶虫呢 一件群兽四散而逃之后 竟然也化为了无数的小骨 同样的一散而狂之而去 这些两种啊 似乎很有默契似的 互相之间的绝不重复 追同一只猎物 不少异兽 根本未能逃出多远去 就纷纷的被两种虫群给追上了 不得不拼命起来呀 一时之间呢 受吼声 虫鸣声交织一起 并不时的传来了轰隆的暴力之音啊 寒历双目一眯 也看到了流水儿和石坤呢 也已经飞顿到了极远处 但是后面呢 各跟着一小股银流 和一小朵绿云的样子 不过 他也只来得及看到这里了 因为其目光一瞥之下 就发现了一股银巢 竟同赶超过其他几只异兽 不闻不问 直接呢 分其所在的方向是鸡舍而来 几股银虫 大约有千只的样子 航历深吸了一口气 背后双翅再扇之下 就再次的化为光丝 使鸡舍飞出了 这一次呢 吼了一口气啊 飞出了大半个时辰 这才再回头望了一眼 这件身后处 一时之间空空如也 并未有任何虫影的样子 但是他脸色 并没有任何欢喜之色 反而是眉头微微一皱 在前几天啊 他和刘舍二人逃顿的时候 也并非没有施展急速 拽开过这些凶城一段时间 但是这些虫子呢 也不知道另有什么 不知道的诡异神通啊 只要他们的顿速 稍微放慢片刻 不久之后 就定会再次阴魂不散的 追了上来 不论石坤等人呢 用了何种隐秘秘术 都毫无效用的样子 杭力神色 略微阴晴不定了一会儿之后呢 忽然是一只冷亨啊 漠然身上的是黑光一闪 一层黑沙浮显而出 身影呢 一下子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 隐秘起身形之后 他才不慌不忙的 徐徐的呢 向前方飘去了 但是半个时辰过后啊 正缓缓飞行的杭力 忽然感应到了什么 命色骤然一变的 一下子回头过去 结果片刻之后啊 天边尽头处 突然一阵 无名之声传出 一只直径啊 超过了数丈的银色 巨虫忽然在那边空中呢 浮现而出 此巨虫 只是双翅一阵 竟然发出了一声 烟力的暴鸣 只是一闪呢 就顺一般的 到了百余帐外 直奔寒厉 隐身之处 击射而来 而寒厉脸色一变之下 这也已经用 清明灵目 将此虫的真面目的 一眼看穿了 何然是上千只银色飞虫啊 凝聚一团之下 才形成的庞然大物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连黑沙这等神秘的 掩饰一宝都没有办法 瞒过这些凶虫 并被他们呢 始终追踪到此 但是 韩厉此时已经很明白了 不将眼前这一小股 胸虫灭杀掉 是别想安然离去的 不过 银巢之所以的 如此的可怕 除了能让人 毛骨悚然的数量之外 本身个体拿出来 也颇为的难缠 他们的身体 不但是坚硬异常 可以抵御普通宝物的 轰巾 口中一对 可以咬金断铁的疗养 以及能够轻易撕裂 防御宝物的前肢 更是可怕异常 让人唯知色变 若是拿普通宝物 对付这些银色凶虫 还真是 作用不大 心中如此思量着 眼见巨虫呢 已经马上 就要到了眼前了 杭丽眼中啊 寒光一闪 突然袖子 冲空中一抖 顿时类似的 嗡鸣之声一响呢 突然上百朵金花 从这袖口中 一冲而飞啊 一个盘旋之后 就漠然金光一闪 狂胀之下 纷纷化为了 半尺来大的 巨大的甲虫 浑身金光灿灿 正是那些 成熟体的 噬金虫 去 哈利几乎 想都不想的 一声低恶呀 就袍袖 冲对面 银色巨虫 飞快一浮 顿时呢 上百只噬金虫 嗡的一声啊 就从对面的金虫 是一冲而去 那原本 气势汹汹而来的 银色的巨虫 一见这些 成熟体的噬金虫呢 身形默然一颤 随即啊 一声凄厉的 煎鸣发出 默然一掉头 竟反而 落荒而逃了 但是 哈利竟然肯一次呢 放出这么多的 事情成出来 自然存在 速战速决的心思呢 几乎与此同时 背后 一声霹雳啊 人一下子在 清白电湖中 消失了 下一刻呢 银色巨虫上空 清白电光一闪 哈利身影 一下子诡异的浮现 二话不说呀 单手一翻转 一座黑色小山 由小变大呀 一飞而出 化为了 十余丈高的 一座山峰 一落而下 此宝呢 只是 滴溜溜一转 对谁一片灰色光霞 从山峰顶部啊 是一卷而出 一下子将这些 银色的飞虫 就照在了膝下 双翅刚移动的巨虫 顿时一探之下 身形一下子变得呢 是呆滞不灵 非原词神光一时 给困住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 继续观众收听 白人修仙传 是一千零九十五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顺度 启点赞 订阅 转发 顺度